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阿特勒交易这件事情上,西伯杜和森林郎老板格伦泰勒相处得不是很好,有消息人士透露,在本赛季结束之后,泰勒有可能解雇西伯杜,泰勒可能会寻找一位跟森林郎关系密切的人来管理球队,比如前NBA球员比鲁普斯,他曾在森林郎打过两个赛季,西伯杜的性格是一个问题,当他还在攻牛的时候, 他在球队办公室里并不受欢迎,他被认为是一个傲慢又冷漠的人,现在的森林郎,他同样只关注于篮球的做法,让他在这里没有交到很多朋友,联盟高层人士预计,这将导致泰勒在本赛季结束后有所行动,引进一个与森林郎关系密切的人来管理球队, 比如比鲁普斯,西伯杜在2016年4月21日,与森林郎签下一份美系五名价值5000万美元的合同,兼任森林郎的主教练和篮球运营总裁职务。 据媒体之前的报道,在森林郎在上赛季季后在手轮中被火箭淘汰出局的4天之后,巴特勒告诉西伯杜他想离开森林郎,然而至今西伯杜都没有把巴特勒交易出去,并打算继续把巴特勒留在队中。 比鲁普斯目前在ESPN担任评论员,他在2017年放弃了成为棋,是篮球运营总裁的机会,因为他知道台里欧能很沮丧,他不想管理一支,正在走下坡路的球队。 勒布朗詹姆斯在今年夏天离开棋士,现在棋士是联盟中最差的球队之一,看起来比鲁普斯没有在棋士认知是正确的决定,只不过如今的森林郎, 似乎也不是一支在走上坡路的球队,找雷。